刚出生的孔雀鱼苗该喂什么 一直是新手鱼有经常问的问题 如果喂不好 发育期一过 小鱼就永远长不大了 今天再详细分享一下 孔雀鱼宝宝刚出生时 你会发现它的肚子很突出 那是卵黄 这时候不用喂 让鱼苗吸收卵黄就行了 肚子变小之后 就为这个孵化的孵年虾幼宠 这是最好的选择 我嫌自己孵化麻烦 就买的这种孵化好的 冷冻的 买回家后在冰箱保存 如果你的鱼苗数量不多 比如在100只以内 那就买这种0.5毫升规格的就行了 不需要买大的 至于喂食量 保证鱼苗在5分钟之内吃完就行 如果有100条小鱼宝宝 差不多每次喂一只就行 喂食频率 少量多次最好 鱼场都是每天喂五六次 每次少量 这样长得非常快 像我们普通的养鱼爱好者 一天喂两次就可以 我是一天喂两次 除了鱼苗 也可以用来喂成鱼 小鱼都喜欢吃福年虾 孵化的福年虾幼虫 平常是在冰箱里冷冻保存 每次喂的时候就拿出来一只 这个对物流要求比较高 包裹里面会有泡沫箱 保温袋和冰块 正常的福年虾幼虫是这种棕色 如果你受到以后 发现非常红 那就是在路上坏了 可以拍照 然后在订单详情里联系客服 帮你补发心的 这个店家还是很负责的 而且每一拐的量都很足 不会掺水 小鱼宝宝出生的前40天 就只为这个孵化的福年虾幼虫 40天之后 我就福年虾幼虫 和鱼苗专用饲料穿着尾 这样营养更全面 这些是小鱼宝宝出生50天的样子 等再过不到两周 就能分出公母了